三月七日往月云鹏通过微博谴责飞机上不为民现象写道 达哥你在飞机上听京剧有点不合适吧 后面婴儿家长跟您说好几次了您连声音调小的动作都没有 旁边外国有人也很无奈 我给您一个耳机您回答我说你有 对此网友也纷纷谴责对此不敏文明行为称 有耳机为啥不戴呀真的是素质堪忧 也有网友称他们认出你是月云鹏 更有网友称脑子是个好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 三月七日下我小月月月云鹏发文迷恋称自己 最后在评论中刷出娇羞自拍指言不敢直发 因吃瓜群众报效 月云鹏无配图发文到迷恋自己 正当网友们一头雾水却在评论中 发现一张十级美颜的自拍 面颊粉店的小月月甚是可爱 网友们纷纷调侃 确认过眼神你不是那个人 怕被对吗 那你错了发在评论里也是一样的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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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